其实这场记者会柯文哲也找来了 他推荐的民调专家关智宇来还原 专家之间谈论会议的过程 但这些阵仗看在选民的眼里 已经越来越多人痛批 场面搞得太难看了吧 蓝白和中局之战 前一晚代表蓝白马的三位民调专家 提着供需包准备好各种资料 走进马英九基金会备战 当你有不同的标准来去做设定的时候 他的这个点数的计算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认为不适宜 作为这么重大的蓝白和的一个决策依据 代表柯文哲的民调专家关智宇 还原过程 原先列出九份民调 但经过讨论 其中三份民调 民众党要求不采忌 双方共识暂时搁置 民众党主张 柯文哲强调的误差范围 时让三趴 与国民党认知的正负三趴不同 导致协商在午夜行入僵局 是我们一直达到了凌晨两点 他们说只能跟黄珊珊总干事通话 后来他们去请示的黄总干事 还是认为没有办法签字 花牙签字之前 黄珊珊一通电话 让民众党拒绝签名 两派阵营各说各话 双方漏夜交锋五个小时 从九点站到隔天凌晨两点 到最后能未取得共识 九点三十六分 柯文哲主席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认为现在双方有一点奇异 但是不要破局 所以应该进入政党协商 柯文哲一再强调没有完全破局 但双方各自召开记者会 隔空较劲因为浓厚 蓝正义更点名民众党主战派 别再阻挠 而侯友宜这方如果不看误差范围 六份民调中有五份都是属给柯文哲 连国民党的内参民调也不例外 就算说要和柯佩也赢得难看 在这次蓝白河的过程中看到显然双方对于内容的认知完全不同 根本还搞不懂你要谈的是什么 要去两边合作的是什么 就把字签下去了 这样儿戏的态度 未来怎么能够有能力代表台湾在国际上 和其他的国家谈判 场面越能越难看 不仅回到四天前的原点 而且这个过程中谁也没加到分 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